73篇到83篇都是亚萨的诗歌 那么基本上都是谈到以色列遇到极难的光景当中发出的祷告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诗人发出为他自己的民族以色列人的祷告 面临着众多的敌人的攻击 他在神的面前呼求上帝挫败抽敌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歌大体上包含这样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祷告 第二个就是哀歌 在神的面前倾诉他们的受痛苦 然后再就是咒诅 愿敌人如何如何 那包含这三个因素 那我们看这首诗的大概的结构也是这样 我已经用颜色和英文字母标示出来了 这样的首尾呼应 开头的时候诗人以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作声 他使用了 Elohim的名字 还有Er 但是结尾的时候 他用了这个 唯有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的制高者 这里面耶和华就Yahweh和Elon 就是制高者 这样的神的名字做首尾呼应 都是呼求神的拯救和帮助 然后B这个部分呢 谈到了仇敌的阴谋 为什么呢 他们宣扬恨你 然后使以色列名不再被纪念 所以他在这里面求神 使他们的仇敌蒙羞啊等等 然后中间呢就描述了 第一是说到了仇敌们具体的计谋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谈到了 他回顾过去上帝如何实行 大能拯救他们的同时 求上帝如过去实行的拯救 今天来拯救他们 所以大家可能就感受到了这种 这个文章的大概的背景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他求告神的时候连续 不仅使用了Elohim Air 还有就是求你 求你不要不要不要 连续三个不要 那这种重复呢 是强调他这个在神的面前 非常迫切啊 求你不要静默 求你不要闭口 求你不要作声 意思都静一次 重复的这种强调 强调他特别迫切的 在神的面前祷告 那他祷告为什么呢 二节一开始就说 因为说明他如此迫切祷告的原因 你的仇敌恨你的人 在喧嚷在咆哮 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 仇敌这些恨上帝的人 这些恨你的人 抵挡神的人 要攻击以色列啊 要除去以色列的名 所以他在这里说明了 他祷告的目的 诗人现在迫切祷告 诗人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 他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 正面临着要灭族的 仇敌的侵犯和攻击 要被除灭的这种光景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 然后他就描述了 这个仇敌的这些敌对势力 他们的庞大 他们的仇算 五姐说他们 这个他们是因为人称 第三人称服术嘛 前面提到的 你的仇敌恨你的 前面有先行词 所以后面是代名词嘛 然后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为什么呢 他们一块筹算 联合在一起的集中力量 共同要对付的就是 抵挡你 注意哈 前面说到你的仇敌 后面说到 以色列的名要被除灭 这里说你抵挡你 然后紧接六姐说 就是这些这些这些人 抵挡神和以色列的名字 交互混合在一起用 抵挡神和要除灭以色列 诗人把他们放在 同样的这样的位置上来看哈 然后五姐到八姐 就说到这些人的势力 那这些抵挡的人是什么呢 就是住帐旁的 我不晓得住帐旁的人 游牧门人哈 以色玛利 以色玛利大家都知道哈 亚巴拉罕的和使女 他妻子萨莱的使女 夏甲生的孩子叫做 以色玛利哈 蒙英学的子民之外的哈 以色与以色相对立 还有摩亚和夏甲 夏甲人 摩亚人 这里面摩亚和亚门 大家都知道 他是罗德的后裔哈 罗德在神 眷顾亚巴拉罕 因着亚巴拉罕之约的缘故 把他从 差遣使者把他和他的女儿 从索多玛 将灭亡的索多玛救出来之后呢 因为他们躲在山上 结果没有男人上来嘛 他两个女儿就出了一些馊主意 可见在那种败坏的城市里面 居住他们的思想也是受到了侵蚀哈 虽然是好的东西为了父亲留后 但是受到了他们当时城里面那种 道德的多少的影响 结果和灌醉了他的父亲和他同房之后 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摩亚和亚门哈 然后这个加巴勒 我们不晓得准去加巴勒是什么人 但是亚马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哈 然后非力士人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亡国时代的时候靠在海边的 在以色列的西部靠海边的那样的 靠着海沿岸的一些部族 他们总侵犯以色列人哈 亚述就不用说了哈 亚述是从遥远的那个东南方向吧 这个方向来东部来入侵 最后掳掠以色列人哈 他们是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罗德子孙就是摩亚 亚门哈 我们看到他罗列了这些 基本上要么就是干扰他们 要么就攻击他们 然后就是掳掠他们 像亚述哈 这三种人都是干扰他们的人 他说到这种状况 这种势力 这种抵挡很大 然后他就开始呼求 求你 求你 我标出来了不同颜色 求你如何带他们的 带他们如带米电 这个事情米电 大家就想起了 诗诗记里面 积电哈 主要对付的敌人就是米电 如七顺河边带西西拉和叶斌 西西拉和叶斌 也是分别有底波拉和巴拉 对付的这样的敌人哈 诗诗时代 诗诗记四章里面记下的故事 然后他们向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 被灭 尸首倒在地上就烂了成为粪土 求你教他们的首领像额利和西 一波 这是积电对付的敌人哈 记载在诗诗记七章到八章二十八节里面的故事 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玛拿 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 作为自己的产业 注意哈 这些敌人联合起来 他们要攻打以色列人 要除灭他们 他们要占领那个地 然后诗人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求你带他们 如同带你曾经在历史上灭掉的那些敌人 曾经保护我们 拯救我们的敌人 上帝为什么拯救保护他们呢 因为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 以色列百姓与上帝在恩约里面 你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的神 神也应许亚伯拉摸你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头人 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 咒住你的我必咒住他 这种恩约的联合 所以上帝为他自己的名 曾经兴起事实拯救以色列百姓 虽然当时以色列百姓经常悖逆 但是他们回转呼求神的时候 神就拯救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急难的时候 他想起来 神就像你曾经因着你自己的大能 因着自己的名字 曾经施行的信实的拯救 看过我们一样 今天你来实行拯救我们 他基于历史当中的经验 基于对神的过去的作为和认识 他在神的面前 面对当下的这个处境 站在敌人轻功威胁之前 面对上帝 为自己的百姓的光解和命运 求拯救和释放 脱离仇敌的攻击来祷告 然后B的这个部分呢 13节到16节 我的神啊 求你 求你 愿你 他前面描述敌人都众多 以及求神毁灭他们 后面紧接着说 我的神啊 求你叫他们向风吹的尘土 向风前的碎解 火烧灭的树林 火焰怎样 烧着山林 求你 前面是回顾啊 强调回顾 求你拯救 求你搭救我们 对他们 就像曾经你对待这些 我们的敌人一样 所以他 巩固自己回顾 数算过去的恩典的时候 他更有信心在神里面求啊 然后他紧接着求 求神使仇敌蒙羞 求你让他们像风吹碎节 火烧森林一样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 用暴雨惊贺他们 愿你使他们在里面蒙羞 这里面求神去粉碎仇敌的计谋 他们虽然聚集力量 筹算来攻击我们 要毁灭我们 但是主啊 求你粉碎他们 让他们蒙羞 他们的计谋不得成就 求主打散他们 消灭他们 但是不只是如此啊 如果这样祷告的话 那我们看见这个诗人 也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地方 顶多是爱国主义者 顶多是国家主义者 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 民族主义者 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祷告 这个是基本常识都知道的 正如中国基督徒一样 虽然很多基督徒 看见了喜欢实事 但是从来不为自己国家 民族祷告一样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中国和以色列百姓 在救赎史上的位置 是等同的 作为自己的民族 不为自己国家祷告 这个常理都不容啊 不用说什么属灵的了 所以现在人越来越自私 有口饼 有口饼吃 有口水喝 有自己不饿着 就不管别人 所以现在这种 时代的精神 不仅是现在人 一般人的这个危机 更违背上帝 实戒的这个精神 上帝让我们眷顾临舍 不仅是关心我们自己 还关心别人的益主 我们自己没事就无所谓了 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各扫门前雪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不仅这样祷告 求神毁灭仇敌的计谋 攻击毁坏敌人 但是他更重要的 他这样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当你挫败他们的计谋 他们抵挡你 他们抵挡以色列百姓 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但是当他们的计划挫败的时候 目的是什么呢 好叫他们寻求你 这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一个祷告 跨越了国家主义 跨越了民族主义 他更关心的是上帝的名 上帝的国 让他们也寻求你的名 让他们也认识你 让他们也敬畏你 让他们也寻求你的名 让他们也与我们一同得救恩的好处 这个就是国度的祷告 这个是明白上帝 应许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人的祷告 他晓得亚伯拉恩之约 他也晓得摩西之约 他晓得上帝的心意 所以他这样祷告已经超越了 诗人内心当中 虽然关心自己民族的命运 关心自己 包括在内的自己国家的命运 但是他更关心的是 上帝你的名 如何在外邦当中 被人寻求和尊从 为什么 他不只是求神说 你看那些人攻击以色列人 他说攻击你 为什么 攻击你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 我刚才也讲了恩约的缘故 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是联合的 这种恩约的联合 当人这些抵挡神的人 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抵挡神 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类似的原理 在新约时代 耶稣也讲过 耶稣说 恨你们之前 他们已经恨我了 所以逼迫我的人 也逼迫你们 整个 即便他们对宗教有好感觉 但是他们的本性当中 所有不认识神的人 基本上是处于抵挡神的状态 当然这种抵挡 有的时候是 以拒绝福音 嘲笑福音 蔑视福音 然后任性 偏心几路 不听神的福音 这样的表现 他们忘记神 他们以为没有神 那还有一种激进的就是 正面的去亵渎神 甚至是诋毁 攻击 欺压 逼迫 甚至消灭神的百姓 所以诗人所关注的 虽然是敌人 亲共他自己的民族 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说 上帝 这些敌人 之所以攻击我们 是因为他们恨你 当他们攻击你的百姓的时候 其实在抵挡你 所以主啊 求你起来 为你自己的名 让他们蒙羞 以至于让他们 这种狂妄和骄傲 受挫之后 去寻求你的名 我们可以约等于 正如曾经在埃及 所行的施灾一样 大骑士 让埃及人 让以色列人 让周边的列邦 都晓得你是耶娃 所以后来 埃及人也知道 他们是 以色列的神 是怎样的神 巴老也知道 以色列人自己也目睹 哇 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 以前他们只是 听听故事 过去在先祖当中 流传下来的故事 现在亲眼目睹 上帝是如何 击打一切的假神 动天动地的 动用被造界的各种资源 无论是物质水 还是光 日头 还是动物 昆虫 还是尘土 这样的 有机物 无机物 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 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上天下地 都在他掌控的 这是何等大的神 列祖 等他们经过旷野 甚至准备进迦南的时候 他们都听说 这位施行 在埃及行大能的这位神 所以他们就文风丧胆 上帝得了荣耀和尊崇 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也是 愿他们蒙羞 不是出于私仇的愤怒 不是出于自私的仇恨的咒诅 而是真正关心神的名字 关心神的荣耀 关心进一步 关心这些敌人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求主怜悯他们 让他们暂时受挫败 不是为了灭他们 而是让他们受挫之后 叫他们寻求你的名 关心列祖的益处 他们的救恩 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 为自己国家这种 某一些像在北韩那种光景 咒诅金正恩呢 我们就不用说 上帝没有吩咐我们咒诅君王 反而让我们为君王祷告 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之外 我们对任何敌人 我们都不应该抱有仇恨 我们可以有公义的那种愤怒 但是我们不能带着仇恨 或者私仇 然后去仇恨的同时 去咒诅别人 这个是新旧约都不合身心意的 所以这里面 虽然好像看着咒诅是 但是你发现最终关键是 让他们受挫以后 骄傲被打 好让他们知道你的名 寻求你的名 所以诗人的胸怀 完全是福音主义的 福音性的胸怀 晓得神的国 神的义的人 最后呢 他就求神行动的祷告 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惊 愿他们惭愧灭亡 然后呢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 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的至高者 唯有你 你的名字叫耶和华 是全地的至高者 超越一切 同管万有的那位 真神 那位创造 统治 实行拯救的 那位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可能跟 诗篇的光景 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面着类似的光景 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呢 我们内在有我们自己的旧人 我们自己的私欲 外在有属灵界的撒旦 但是比起撒旦 那些不信的 这个价值观 世界观和潮流 甚至有一些邪恶的 个人和政权 他们可能是要试图 抵挡神和消灭神的教会 他们可能是神的敌人 因为敌仇视神 所以他也仇视神的百姓 程度不同 但是我们这些深处其中 虽然我们处在韩国 可能感受不到那种逼迫 但是当我们看到 听到别人在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应当 想到我们都是同为肢体 与哀哭人同哀哭 特别是因着一些愚蠢的治理 给人民带来的这种痛苦的光景 我们该如何在神的面前祷告 不仅要愤怒 公义的心 但是要谨慎 千万不能仇恨 那仇恨不仇恨 那好了 上帝教导我们爱 就稀里糊涂的没有公义的 没有圣洁的那种 没有原则的稀里糊涂 你好我也好那种 糊里糊涂的爱吗 不 我们知道对方的恶 我们知道对方的坏 我们知道不公义 但是我们一方面存着公义的心 有愤怒 有公义的愤怒 但是不能越过线 以至于恨他们 或者是咒诅他们 我们求上帝在这个国家等等实行作为 哪怕是挫败恶人的计谋 恶人心里没有神 恶人他们想抵挡神 但是让上帝粉碎他们的计谋 让他们挫败 挫败他们的骄傲 我们也盼望这样的恶人回转 归向上帝 神愿万人得救 不要一人沉沦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不晓得上帝预定了谁 拣选了谁 但是上帝却吩咐我们 这样带着盼望 去为别人祷告 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 主啊 他们所做的不知道 斯蒂凡也是被圣灵充满 几乎跟耶稣一模一样 主啊 他们所做的不知道 赦免他们 为仇敌祷告 这种精神是基督教的精神 当然这个和我们国内 一般基督徒不分善恶 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社会的发展 没有对错分明 在教会里面可能叽叽喳喳的 你对我好 你好我好 打得不可爱叫 更大的博爱里面 你发现他们不懂得如何分辨 对错 好赖他们不管 他们只满足于自己有一块饼 有水喝 他们就满足了 自己心里平安 就闭着眼睛 不管别人死活 这个国家怎么样 普罗大众怎么样 他们根本不管 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自己 那点小九九 他们自己的那点 鸿土尾叶 所以他们仍然 虽然活在教会里面 活在基督的 所谓的恩典里面 但是他们里面 仍然是自私的 他们的心思和关注点 仍然是跟上帝 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求告神 只不过是让上帝 摆平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却没有拥有 上帝的心 和透过神的话 律法和福音里面 看到神对万民的那个计划 基督徒应该是 更加心胸宽广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 更懂得公义和善恶的人 基督徒更应该站在 更高的高度去 为那些情况祷告的人 很多现在处在 某些水深火热之中的 一般百姓 他们没有那种意识 但是基督徒获得 属天光照的人 如果看不懂这个光景 不预先为他们祷告 我们真的是愧对领受 来自天上启示 敬畏一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 结果信了主发现 躲在所谓的信仰里面 就变成更自私 更贪婪 更无知 更迷糊的人 除了自己以外 什么都不关心的这样的人 所有的安排和计划 都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喜好 那么我们就是要思想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神的灵到底在没在我们里面 为什么神的灵在我里面 感动我 重生我 更新我的心意 竟然这样自私 至少有个挣扎和意识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觉醒的人 比一般人应该带着 更觉醒的意识才是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诗篇 这一个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诗人深深 深处在民族新亡的 这种处境当中 灭亡的危机当中 他来到神的面前呼求 他不只是什么 关心时事 这个发表舆论而已 他在神的面前祷告 为他自己的民族祷告 那他寻求神的救助 不仅是出于他自私的目的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更或者是自己的利益 怕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将来的梦想被毁了 更是一种对神的认识和爱 因为他认识神 因为他爱神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根据恩约的意识 他知道自己的民族的命运 跟神的荣耀是紧密关系的 亚伯拉罕之约等等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关心的 比起自己民族的命运 更关心的是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 神的名字 他们攻击你 你的名等等 所以祷告中 求神粉碎仇敌的计谋 更希望敌人受挫 重点不是灭敌人 重点是让敌人经过受挫以后 认识神的名 获得一样与他们一样的 这种救恩的益处 所以这是一个 更广大的一种博爱 越过血统 民族 国家的这种精神 那这种具有国度精神的博爱 是贯穿整个新旧约圣经的精神 人类的统一性 同一个本元亚当的后裔 人类在基督里又同归于 启示录里最终结局是 各方各族在耶稣的学里面 所买来的 不同辐射的 不同国家的民族的人 一同在基督里面 围绕着神的宝座去称颂神 称呼圣灾圣灾圣灾 在基督里一切都合为一了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 更广大的 比起什么党派之争 比起什么 这个教派之争 我们应该在意 这当然我不是说要不分这些 我是说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 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 我们都是某种程度 我不是包罗异端或者是一些其他 我们是都在基督里的一些人 有一些分歧 我们在讨论我们自己家内部的分歧的问题 领受真理的偏差 政治立场的分娼等等观点和策略的不同的问题 而不是分清到底是敌人的关系 还是家人的关系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以神的我们说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与神一致 想神所想的 以上帝的那个话作为指导更新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心思就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 所以学习圣经被神的话充满 更新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一起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迫切的 迫切的三十六 我们祷告到四十分 迫切的祷告 为你祷告 你的光景 主啊我现在听了这个话 我现在的光景如何 我真正的关心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像诗人一样 真正关心自己民族 自己国家 更关心神的荣耀 神的心意呢 为那些恨我们 抵挡我们的人 我们如何祷告呢 求主来连绵 我是不是为中国 为我的民族等等 祷告了呢 我如何祷告呢 求主给我们一颗基督的心 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让我们照着祂的心意去祷告 在祷告当中 让我更加体贴神的心意 祂的名 祂的荣耀 那些外邦人归主 他们的益处 救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